手臂的反关节擒拿 如果说在街头格斗中有人把你给抓住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直接就向外逃跑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擒拿来制服对方 怎么去做呢 三步啊 第一步我要做一个假动作 什么假动作呢 先做一个假动作 向左去用力 那么第二步怎么办 他一定会向魁用力 你顺着他的力呢 要马上转身 把你的整个胳膊呢 垫在他肩膀的位置 那么第三步啊 就很简单了 只要你用力的向下 对方的胳膊一定会承受不了这个疼痛的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 也许对方的胳膊就断了 那么你就可以快速逃跑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做一个假动作呢 如果对方在注意力特别集中的情况下 你直接去这么想给对方用这招的话 当你撞过来的时候 对方可能直接就打你 或者用手顶你 用膝撞你 你的招式不一定能那么完美的使用出来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要怎么办 你要往这边去用力 让对方以为你是要向左去逃跑 人的一个思维反应啊 你去拽他的话 他一定会向反方向去拉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在向反方向使劲的时候 我可以顺着他的劲儿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叫借力打力 顺着他的劲儿 哎 我直接就转过来了 转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 进到他的身体里边 进过来 然后呢 你再把它垫住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是很凶狠的招式啊 因为反关节之夜 他的胳膊就断了 所以不是在这种 侵犯到我们身体 生命安全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啊 先去逃跑 然后他在向回用力的时候 哎呦 我上步 注意看啊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 哎 只要稍微一用力 对方就会特别疼痛 那么我们再去 垫在肩膀上的时候 你不要垫在这啊 这没有什么用 肘关节 或者呢 再稍微往下一点 往他的叶窝的这个位置 叶下啊 看 这个时候对方是很疼痛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假动作 一定要有假动作 没有假动作你钻不过来 第二个动作就是 迅速的 钻进来 钻进来 贴着他的身体才可以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位置 不要压手腕 贴近手腕的位置 最低最低 你要压到他的肘 然后呢 是大臂 只要这样轻轻一压 对方一定会疼痛的来人 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制服住他了 要么呢 他的胳膊就断了 所以呢 一定是要在很艰难 很危险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用这样的招式来 防身脱身 永远都要记住啊 没有哪一个防身招式呢 是适合所有人的 也没有我一个人能练会所有的防身招式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会摆招不如一招惊 一定要记住 那么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评论来支持我 我是武术教练小易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